是的 新冠病毒形成的祸患没完没了 加上变异病毒蔓延 更在全球多个国家触发第四波疫情 其中印度又写下新高纪录 单日激增14万5千多宗确诊病例 伊朗政府则归咎伊拉克传入的变异病毒四处扩散 从星期六开始在全国23个省份实行封城措施 257个城镇被列入红色警戒区 根据官方数据 印度至今累计的确诊病例已经超过1320万宗 死亡统计逼近16万9千人 在最大城市孟买所在的马哈拉斯特拉邦 疫情形势尤其严峻 经济活动在2月重启后还来不及恢复 整个4月又因为疫情反扑而实施宵禁 高速公路闹去商圈一片死寂 商贩更显得焦虑 伊朗方面随着过去一个星期 伊朗平均每天新增2万多宗个案 政府宣布全国31个省中的23个省实施10天的封锁令 总统鲁哈尼将病例激增归咎从伊拉克传入的英国变异病毒 但民众认为3月下旬的伊朗新年节日聚会和跨地旅行 才是加剧病毒传播的主要原因 伊朗原本预计3月20号前收到200万剂疫苗 但美国制裁行动持续影响疫苗进口 从俄罗斯 中国 印度收到的疫苗数量不足以应付第一轮接种需求 所订购的420万剂阿斯利康疫苗也还未交付处境危机 在阿根廷 病例增长令各地医疗系统面临严峻考验 星期六单日病例19419宗 一天之内297人死亡 首都和周边地区的医院床位平均饱和率已经超过69% 部分医院床位饱和率甚至超过9成 随着总统费尔南德斯和多名内阁成员上周也相继确诊 管制措施步步收紧 哥伦比亚首都波格达也从4月10号凌晨开始 一连三天实施全民隔离措施 全面禁止非必要人员流动 政府实施管制主要是首都圈的确诊病例 在上个星期飙升20% 重症治疗床位的使用率也攀升到70% 目前全国累计病例达250万宗 累计死亡64094宗 不过接种计划自2月17号启动以来 已经有240万人完成第一剂注射 马新社电视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